我们万家 绝不会有这种绅士的儿媳 若是真有这一天 我圆灭扫地 我情愿撞死在祖宗盘位前 你 没想到今日竟然会这样 伯母平日里 看起来身体很是抗健 人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她都是着急你跟万家贵成亲 才会搞这出事的 风瑶 你真的要嫁给万家贵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你都答应跟她拜堂了 我问问怎么了 我若是不愿意 便不会答应了 你真的喜欢她 天色一晚 你早点休息 我先回房了 莫行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这什么药啊 怎么这么苦啊 我到底怎么了 您不过是情绪激动 平时有劳累的心 这才心血涣散 大夫说吃几日药就好了 是这样吗 所以啊 您就别瞎操心那些 有的没的了 二啊 你忘了 为娘的娘家 是开药材铺子的 这药的味道好厉害 像是叼着人命一样 你别瞎说 说吧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我还有几十个药 同志 平日这万家 连仆人都有说有笑的 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伯母房间灯还亮着 希望他平安无事 万家怕自家绝后 一直催着风瑶跟他拜堂成亲 但是自诩之中 他们都没问过万家规 他喜欢的人到底是不是风瑶 什么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不过是一厢情愿吧 真是可笑 但即便是这样 万家规都没有出面解释清楚 终究是我不配罢了 终究是我不配罢了 你们都不说 那必定是时日不多了 可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还得看着有人照顾你 看着你成亲生子 看到你们都顺顺当当的 可时日不多 是吗 阿娘从小到大 都没有逼你做过任何事情 这一次阿娘要破例 明日你就跟风瑶成亲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阿娘 我要跟你说的人是莫喜 小莫喜啊 她练习戏的孤苦伶仃一个人 你跟风瑶成亲之后 她作为妻妹可以留在万家 看来母亲还算喜欢莫喜 这小娘子又漂亮又机灵的 恩是讨喜 只不过听白儿夫人说 说她的生母是青楼出身 你千万得记住了 以后你跟风瑶给她找人家 必须低价 必须远嫁 以免这桩丑事被人接出来 咱们脸上都无光 母亲素来宽后 对莫喜也和爱客气 没想到 心中还是有这般分别之心 你能不能别惹你母亲生气啊 嘘 嘘 我对莫喜就像对别人家的孩子 自然是宽厚的 可作为儿媳 哪个娘不挑剔 莫喜是个好孩子 可她母亲从这种地方出来 你知道要下队多少人家吗 若是您遇上这桩回事 也不能接受这个儿媳 不不不不 这种秦是万万不能成的 我告诉你不但不成 我还要去问白家算账 他们凭什么这么欺负我们万家 好了好了 夫人 若她真是您的儿媳呢 怎么是你 伯母歇下了吧 她就这好些了吗 大夫也说了 进人事之后就要听天命 你也累了一天了 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现在这万家上下 只有你这个顶梁柱了 你可千万不能倒下 我准备过来 也随便是一个手 我就不想拒绝了 他很快 他说了 我怎么是您的儿媳呢 眼睛 你会帮到您的儿媳呢 我肯定虎堂 对吗 我你不顽认一个 背景者 有这种绅士的儿媳 若是真有这一天 我圆灭扫地 我情愿撞死在祖宗盘位前 你知道吗儿 别提莫喜了儿 知道吗 你和冯悠的婚事 现在是娘唯一的季卦 答应娘 答应娘 就这一回你答应娘吧 到底怎么了 没事 莫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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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